12月7日,台湾人气组合棒棒堂今日出席了在某商场执行的Let's Dance棒棒堂派对签唱会 与千名粉丝到场支持并特意送上了亚洲天团的牌匾作为礼物 因为你们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亚洲天团 而且是要听你们说要继续努力加油 他们会听你们听到底是不是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我得很厉害 今天这个法兵的高杯趴趴头 虽然只是在金马奖担任表演嘉宾 棒棒堂的六个大孩子们却都雀跃不已 有人为何莫文卫见面而高兴 也有人为偷窥到林志玲彩排案子高兴中 工作人员来就是 刚好是Karen姐姐的那个经纪人 那就是他就说你敢不敢跟我去找Karen 我说当然敢啊 然后就跟她过去 只是打个招呼我也没有做什么事情 好险我跟阿伟有去偷看志玲姐姐参谈 那不叫偷看 那叫光明正大 圣诞节将至又是要在工作中度过节日的棒棒堂表示 很期待能够跟广州的歌迷朋友们一起happy 表演 开心的度过 跟很多人过也不过 做个招呼的朋友过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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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